1600新经济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台股 延续昨天上涨态势 今天是小涨49点收盘 不过先前指数动荡 也冲击散户的信心 那似乎也反映在相关的数据上吗 我们请教主播浩婷 谢谢议论观众朋友 今天台股市收小红 收在16358点 但是过去这两个月 让散户们心情很不好 心情不美丽 而且都被吓跑了 刚刚议论提到的 这样的一个证券划波存款 简单来讲 有在进出股市的就知道 那是证券户 9月份证券户的存款 总额降到了3兆2483亿 连续两个月下滑 而且下探了五个月来的新低 钱到哪里去 我们从这边来找端倪 9月份在我们台湾的银行的 外汇的存款余额 下降到8兆7855亿 创下了半年的新低 而且相比前一个月 8月份还少了1750亿元 回过头来看 到底钱到哪里去了 会不会都卖掉 而且是转到国外去买美债呢 今天台币是贬了2.5分 我们就来看看台股7月的月线 8月的月线 还有包括9月的表现 7月份那时候台股还有万七呢 17072点 那是月线表现 9月份已经跌到了 16570点 今天是16358点 所以其实在证券户里面的钱 有的人他就转到了 其他自己的账户去做运用了 总的来讲减少了2039亿 那么即便央行喊话是说 在我们台湾资金供应充分 而且有些机油股表现很好 但是很奇怪 好的股票反而被一直卖 而且股价不断的被打压 我们来看有几个原因 钱到底消失到那里去 出口的年增率虽然转正 但是外汇的净收支还是减少的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台币一直贬 手上原本有做这个 美元定存的人 他会去卖赚一些价差 所以因应到了新台币的贬值 美元的存款 接受就是卖美元 转为新台币 很多人继续做台币的定存了 这部分是相当聪明的操作 那么受险业者一样 也是去买美债了 所以现在证券户两个月 蒸发了2000多亿 也因应到了散户们的信心 现在开始动摇 一轮 另外受到美国新AI晶片禁令 波及到了挥达的特工版晶片 所以现在传出说 露气狂囤货 而且影响了价格吗 再请浩婷说明 一轮提到这个部分 就是挥达的特工版 这指的是专门为大陆市场 做的那些的 这样一个超级的AI晶片 那么美国的新AI晶片禁令 原本是说11月16左右 才要来生肖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最新的A800晶片 还有H800晶片 现在大陆企业 不断的来囤货 因为他们就是怕说 没有办法再从美国这边 进到大陆来之后 所以他们不断的收购 而且价格也飙涨了 涨多少 中间商现在还能够 从海外带货的话 说是单张的H800晶片 原本在行情价 市价就很惊人了 人民币21万 现在飙涨到人民币40万 你去乘以4.4左右 大概是台币要176万 谁需要这种超级的晶片呢 就是有在做云端供应商 还有一些超级的运算中心 很需要回答的超级晶片 那么刚刚提到了 一轮说的美国晶片的 出口的新规定 早就提前生效了 回答也证实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导致 他们价格又跟波动 那么现在全球多国需求也很强劲 新的限制会不会对回答的营收 产生影响呢 回答告诉大家 现在可能会有短期影响 但是长期来讲 他们是没有在怕的 一轮 好 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行动支付来付钱 那有时候没办法互通 所以有财经公司宣布TWQR上线 这是什么呢 继续请教浩婷 的确哦 经常我们现在在用 像是LivePay啦 或是接口支付 有的店家说不支援这一个 不支援那一个 然后呢 在这个柜台这边 有好多的QR Code 要你扫码来付钱 只有财经公司 现在要来出手整合了 现在在今年年底 至少会支援的 就是台湾Pay 有37家的金融机构 那么在我们的图卡上面呢 全银Pay 这个部分呢 全家超商的会员比较熟悉 还有像是这个欧富宝 其实呢 这是在年底上线的 依卡通的票证 会到明年才上线 就是让大家用 这个客人用手机去扫码 但是店家还不能够扫你 扫码付款这件事情呢 未来呢 也希望可以整合到这些业者 接口支付 全支付 还有包括悠悠付 这个目前都是还在筹备中的 那么现在呢 确定还没有加入的 就是LivePay 以及虾皮支付了 希望说啊 未来像这样一个TGQR 可以整合到公车 库级到捷运跟铁路 让大家在电子支付方面 更方便 这是今天的财经数据报告分析 邀请观众朋友下载 TVBS新闻APP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